他們是來自中基大學的團隊 然後他們是結合無人機隊 然後跟他們的農業載損電池系統 然後他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去理解 就是到底政府是有讓載損的這件事情做有效率的判斷 好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是農業災損幾多錢團隊 那我們主要在做的就是水稻跟甘藍的災損的判施 最主要就是希望說可以幫助政府在提升勘災上面的效率 因為每年就是只要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對台灣的整體的農業損失都非常大 所以如果大家拿一手機線上可以Google一下就知道 像是水稻災損的話 尤其是五月的時候那時候有連日的豪雨 光是那樣的一直不斷的下雨 就造成全台灣有好幾千萬的損失 而且水稻每年平均會有10到25億左右的總損失 那第二個部分是甘藍的部分呢 高麗菜的部分則是每年幾乎都有價格大崩盤的情況發生 可能是因為農民搶中啊天氣太好 就是整個數量漲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導致就是最後整個價格就往下掉 那每年的總損失大概有1到4億 那當這些災損發生的時候啊 政府呢就必須要拍大量的能力去現場看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符合法定的災損補助依據 然後再補助給農民 可是現在的災災方式就是流程上呢非常的麻煩 像是以水稻為例的話就是 現在要派很多的人直接去現場看水稻實際倒伏的情況 如果有倒伏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很大片的水稻會倒在地上的情況 那要看水稻到底面積多大呢 現在要耗很多人啊耗很多時間啊 而且可能不準確 那肝癌的部分則是 政府可能很難知道說總苗商手商到底有多少的苗 而且農民實際到底衝過多少你也不知道 那要他們每個人都會上網做登記 他們的意願也很低 所以我們在想說是不是可以用影像分析的方式呢 來做到就是 水稻的部分我們就是用實地的高度差的資訊來分類 從影像分類出實際倒伏的面積區域有多大 那肝癌的部分呢 我們就希望說可以直接辨識 現地 用空派影像去知道說 農民實際到底種了多少的科數 所以呢接下來的簡報 我就直接分成兩個部分來說 所以我們先談水稻的部分 我們學校是中興大學的實驗團隊 那我們是農業幾家的學校 那我們自己家裡有種田 可以看到這塊田呢 其實就是以前有因為下雨的關係 它其實中間有造成一些倒伏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直接去用無人機去派回來 然後直接做實驗 那我們在實驗上呢做了什麼呢 實際上呢 我們用我們以前實驗室用商業軟體所做過的整條的流程 跟為了這次GDP講述性計畫呢 我們用整個的開源方式也做了一次實驗 那實際上呢 我們最重要的重點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們需要的是高度差的資訊 所以我們是把我們的影像拍回來之後 做3D建模之後 然後去把實際上在現地高度比較低的影像的位置 做一個分類 這樣的話我們只要去計算說 比較低的Pixel數量跟整體填區的數量 比例大約有多少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的整體的載層面積比例有多少 所以呢 我們把比較低的Pixel直接套回原廠 原始的現地上面呢 就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大致上它是 跟我們人員自己去勘察去看這塊田的時候 其實是差不多符合現地倒伏的狀況的 第二個部分則是 橄欄的部分呢 因為近幾年 深度訓練就是 有開始廣泛地在應用空拍影像的無間辨識 然後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把 像這樣辨識車子的行徑 拿來就是辨識橄欄的情況 那 可是呢 要執行深度訓練呢 大致上有3個步驟就是 第一個你要準備很多很多的資料 第二個你要訓練得非常很久 然後接下來把你現在出來參觀 去做物件的辨識 所以 接下來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要收集很大量的data 那我們就在台中事務空虛的農業試驗所 跟他們借著他們的試驗前 拍了很多影像 然後 還有就是 今年5月底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彰化石就好像有 盛產那個 橄欄 所以我們就盡了 去拍很多的data回來 那 拍回來的data之後呢 我們一開始呢 先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最主要呢 是把我們原始的空拍的影像圖呢 萃取出那個 橄欄核心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先把它點出來 當然它其實還是有些點錯的部分 所以 我們就是盡可能先去挑一些明顯錯誤的點 把它挑掉之後 然後再把每一張的空拍的影像 去把它裁切成 416x416的大像 而且每一張圖它會有對應的點 我們就給它畫出一個藍色的框框 這個是我們手動畫的 不是電腦辨織的結果 就是 畫它的框框 最主要的意思是要讓電腦知道說 這張影像這邊是有橄欄的 那 我們有圖有點的資料 我們就把這樣的資料呢 全部把它存到一個標註場裡面 最主要是要做深度學習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做了一個很大的散熱器 因為我每次在做訓練的時候都要非常久 而且我的電腦非常的燙 但是最後還是有成功的跑出來成功 就是它是可以把橄欄正確的框出來 沒有錯 對 那 不過這個影像 旁邊如果切到的話 那個橄欄編織度還是很正常 因為就沒有整顆的影像 不過呢 因為這個 現在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 我們在飛行高度比較低的時候 辨識比較好 那如果現在辨識飛行高度比較高的話 這個還需要 再做一些原始資料上面的一些優化 這樣子 不過呢 現在就是 關於水稻跟橄欄的流程上 我們現在都 完全都可以用開圓的方式來做到 那我們也把整個開圓的文件 有全部記錄下來 所以呢 這對其中檢核的項目而言呢 我們當初有四大項 不過前三項呢 我可以很簡單的說就是 現在我們可以 完全的用開圓的方式來做到水稻 跟高麗塞的栽損電視 是OK的 那至少是達到可行性 不過第四點呢 要怎麼實際去驗證 橄欄的登記跟實際種植的數目 我想這個可能 看看有沒有 現場更了解一些 農業現在在登記制度上面問題的人 可以跟我們做討論 因為這個比較偏向是正側面的問題 這個老實說 我們團隊是比較weak的一點 那我們其實也有在想要涉獵 對更多政策面相關的事情 所以五月的時候 其實台中的農事所 有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工作 那天有除了做一些 災損的一些實作之外 也有討論說就是現行 政府很想要推農業保險 還有災損的一些 認證作業流程上面的一些草案的內容 當然現在都還不是一個很成熟的 有成熟的方向 不過就是政府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也想要說要了解更多 如果說現場呢 你有很懂農業相關資料的 或者是你知道怎麼飛無人機 你很懂現在無人機的法規 有什麼限制 或是你有懂其他分析技術 你有其他更厲害的實質開發能力 也可以歡迎等一下 可以找我們團隊 然後我們可以到外面聊一下 我們是能為大家結束全團隊 結束政府提升看待效率 謝謝大家